谈恋爱之前 他追我的时候 对我挺好的 也很关心 谈恋爱之后呢 我辞了工作 只剩一人来到他的城市 但是他却变了 对我没有从前那么多关心了 还会经常不在乎我的感受 这让我一个人很没有安全感 有时候他还会很大男子主义 于是总是以自己为中心 这才谈恋爱半年 就已经这样了 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黄千尚25岁 来自安徽销售 女嘉宾顾女士25岁 来自安徽销售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说半年 对半年 你为了这段爱情 到了他的城市是吧 对 我们是去年的6月份 在上海同一家公司 当时新人住职培训的时候 一起认识的 那个时候觉得他还不错 那个时候互相都有好感 后来就一直联系 到了大概10月份的时候 他辞掉了上海的工作 去安徽找我 那个时候就开始在一起 你们在同一间公司是吧 对 同一家公司 后来因为要在一起 所以他辞掉了工作去找我 那咋不是你辞工作到上海去找他呢 特好奇 当时其实我在上海的时候 工作也挺好的 然后我也劝他就是来大城市 跟我一起奋斗努力 他就不大愿意 觉得男孩子到那种城市 就是也买不起房啥的 压力会很大 所以我就觉得说的也有道理 所以我就回安徽找他了 那个时候你们大概谈了多久啊 三四个月那样了 对 所以这件事以后别再提了啊 认识三四个月 男生一说你就去了 以后别说我为了你 放弃了什么工作 高兴吧 还行 所以有些人吧 你不用挖坑的 自己会往里跳的 有些人你挖了个一米的坑 跳进去砸成十米的深坑了 怎么了 现在对他不满意了是吗 当初认识他的时候 觉得他就是对我挺暖的 就属于暖男那一类 然后特别关心我 在乎我的感受 我觉得挺好的 结果我一个人去了他的城市 他反而变了 也不关心我了 然后也不会说 很在乎我的感受了 经常干一些 就是不太在乎我感受的事 比如说 比如就是 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去他鼓鼓家吃饭 那是我第一次 见他们家这种长辈 大家吃完了坐那聊天 他跟他鼓鼓就因为 就很小的事情 就发生一点矛盾嘛 就口角 然后他站起来 把凳子一踢 然后他扭头就出去了 就走了 然后就弄得我很尴尬 因为我是第一次上门 到人家家里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看他走了 我只好就追着走了 对 因为那个时候 我脾气本来就比较急 然后跟家里可能交流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口角 也很正常 我觉得他是小弟大作了 哦 居家过日子正常 对 这事其实挺不正常的 就一个小破孩 能够跟自己家里的长辈 踢了凳子就走 主持人 你不知道 后面还有更过分的呢 不是吵完架之后 我们俩就出来了吗 然后我就追他 我也就先劝他 对吧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第一次来 我说你再有矛盾 你也不能当着我面这样 对吧 然后我们俩就回他家 去见他妈妈 跟他妈妈聊天 然后也是因为同样一件事 又跟他妈妈吵架了 在他们家把杯子砸了 然后牛脸又走了 然后我又追着去 又尴尬一次 对 是因为同一件事情 因为跟家里 啥事 买房子的事 谁买房 我买房 你花钱买呗 你摔杯子干嘛 就是跟家里可能意见相组 就是 谁出钱 家里 家里出钱 你摔什么杯子呀 但是就是意见上面 可能不是特别 你又不出钱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行吧 就这个 你还追 因为他 哥我拿着行李 我就回上海了 我的妈呀 因为我不是觉得他开车吗 怕他再出点危险什么 出不了危险 那好着呢 你接着说吧 姑娘 就是其实我来到他城市 我一个人也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依赖他 我就提醒他能对我好点 多关心点 多给我点安全感 但他反而不是的 然后据我的了解 他对他前女友挺好的 就经常会给人家过个生日呀 或者买个礼物呀 准备个小惊喜呀 到哪都会想着人家 到我这儿呢 就别说什么礼物了 什么都没有了 不冷不淡的 这你就别比了吧 这比起来很痛苦的嘛 毕竟那个女生已经走了嘛 对 但是她就是不在我 就让我觉得她心里没有我 就是我们俩夏天的时候认识的嘛 然后十月份的时候 虽然我们俩就没有确定恋爱关系 但是这时候也算朋友吧 然后我是十月份的生日 然后我过生日的时候 她连就一句微信的短信祝福 说句生日快乐都没有 可是你还是去了呀 对 然后后来十一月份的时候 她过生日 我就可给她 就是买了很多礼物 还给请她朋友什么吃了饭 就是我以为当初 就是十月份 咱俩没确定关系 你要说你对我 就是不太那不太上心 或者过生日没说 就是我也算了 然后你过生日的时候 我就去了 但是你后面你总要做点改变呀 但是她以后就是也没有 我这也跟她谈恋爱半年了 什么表示啥 就是什么都没有 平常对你好吗 她平常也不是说 就是特别关心我的那种 其实还好 就是她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变化 她到我的城市之后 可能她觉得 我对她的关心不够了 但是是我觉得 她的要求越来越多了 行 我来问你个问题啊 听说有一次去茶馆喝茶 后备箱里放了东西 女生打开后备箱要取东西 男生却倒车了 这个是一个 有这事吗 有这事 是你干的吗 是我干的 跟她要求高低没关系啊 对 这是一个意外 我当时因为没看到 她在后面取东西 也不知道她在后面取东西 结果我就倒了一下 其实那次我心里就也挺难受的 因为我是下车的时候 跟她说 我说你开后备箱 我许个东西对吧 然后一般人你说你倒车影像 后面后备箱没关你 能不知道吗 结果她倒车了 差点把我滚车鼓入里去 我吓死了 就拍那个车门嘛 让她停 结果她下来 不是说第一时间关心我 有没有撞到你怎么样 就冲我吼 说在我朋友面前 那么不给我面子 还跟我大喊大叫的 知道吧 这就是刚才为什么一上来 我就说你缺人教育 我看了这个事我特气 这你女朋友啊 我其实对她挺好的 就是她讲的都是一些意外 我们俩在一起发生的一些小摩擦小事件 其实我觉得我对她还是挺好的 对你好吗 对我也还行嘛 然后就是 所以就没办法了 你现在的姑娘你真没办法 说吧 怎么对你好 我认识她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在一家公司嘛 我觉得她挺有责任心的 然后在公司业务方面也挺有上进心的 然后后来就是我通过她朋友同事了解 她也就毕业一年嘛 一年的时间 然后现在自己就是自己的钱 就没花付我们的钱买了车 工作方面就是也挺努力的 老板什么同事都很看好她 所以我觉得她就算潜力股吧 所以她不是对你好 是这股票上升的空间比较高 对 但她刚开始认识我 对我也很暖 我就说这半年来嘛 你们在一起这半年 对 然后一开始刚认识的时候 就我们俩也不是特别熟对吧 就刚当朋友的时候在上海 我穿了一双鞋特别魔脚 然后后来就是她每天早上遇到我 说在一起之后 别说她追你的时候 在一起之后她就是会策划我们俩出去玩啊 就是会带我出去跨年啊 去个哈尔滨什么的 女朋友好吧 我觉得还行 但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相处 可能摩擦跟矛盾是有的 所以我的脾气也很急躁 她的脾气也很急 所以有时候会经常有一些摩擦和矛盾 她说我脾气急 其实我觉得我脾气急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在她就是惹了我的前提下 她都怎么惹你了 就像有一次吧 我们就是一起开车去跟朋友吃饭 然后我坐副驾上 然后下车的时候 我不小心把我胡萝卜的热水袋 然后掉她那边了 然后我就下去了 我就说下车可别踩着我东西 注意点 结果我刚说完这话话音刚落 人家一脚就踩上去了 然后你说下来 我能不跟她发火吗 你妈妈喜欢她吗 我们家人对她挺满意的 你们家人见过她吗 见过 怎么样 对她也还挺满意的 你们这么短为什么你就把她带去见父母了呢 因为其实我们俩谈了爱之后 就是对彼此感觉都挺好的 我们俩默契度啊 各方面都很高 而且又是同行嘛 周围的人也很看好我嘛 哦 那这事就奇怪了 默契度又高 你们俩又好 周围人也看好你们 来我们这干嘛呀 但是就是在一起之后 她就是老是不在乎我的感受 不在意我 她有一点 我看你都能忍受啊 但是她有一点是我挺接受不了的 什么 就是我也经常因为这事跟她吵架 就是她喜欢翻我手机查我隐私 确实会翻她手机 但是就是看一下她在跟什么人 跟什么人交往和跟什么人聊什么 跟什么人交往 没看出什么来看着 想看出什么呀 也不想看出什么 主要想 那看她干嘛呀 多了解一下 了解啥呀 脾气性格什么的 现在了解了吗 了解了 能结婚了吗 我觉得行 非她不娶了 可是我觉得她不尊重我 查人隐私这方面 其实我挺烦这点的 那该怎么办呢 我挺想就是 老师们帮我说说 然后让她能改的 让她能改并不是要分开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在你们两个人身上 我真的没有看到一丁点 爱情的那种激情和蠢蠢欲动的感觉 女孩说她现在不太在乎你了 她从来就没在乎过你啊 为什么 因为你把自己的价值变得一文不值 还没开始正式交往 你就追随到人家的城市 送上门的买卖谁有不做的呀 一个女孩追随一个男孩到她的城市 我们可以理解为感情深 我为了你 我可以放弃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去追随你追逐我的爱情 但是追逐爱情的前提是什么 是你自己的能力 我做好对未来的一切打算和准备 是在你的城市 我可以有自己独立的人脉交往 我可以有自己经济的独立 我可以在这个城市立足 你只是我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 我的生活是海阔天空的 但如果你把这个男生 当成了你在这个城市全部的原因 你从起点就输了 所以他会看不起你 不尊重你 你以为你付出就会得到回报 你以为你加倍付出就会感动它 不会的 你收到的回报只是伤心和眼泪 所以现在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一切 做好独立的你自己 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和寄托 都放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不要把自己活得太狭隘了 好吗 至于男生我不太想说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典型的这种 高分低能的被灌大的孩子 两件事嘛 踢凳子 砸杯子 女孩你通过这点也能折射出 未来你真的成为他的家人 他也会这样对待你的 你能忍受得了吗 好好想想吧 谢谢 如果说一开始的恋爱 你所表现出来对他的爱 在他看来是 他投奔你的动力 而在你 仅仅是技巧而已 如果连自己的父母 长辈 都不照尊重的话 今后你拿什么动力去尊重这个女孩呢 他不赶紧走啊 太傻了啊 你看到的只是他的好 但他的好里面 根本就没有你一份 工作再好 如果我是他的老板的话 我觉得这个员工 我觉得很可怕 都不敢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 因为他很自私 我觉得你要正视自己 尊重别人 尊重每个人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 每一件事情 都在为自己个个人品牌 在做推广 在做树立 不管是在家里 还在公司 不管是对外人 还是朋友 不管是对爱人 还是陌生的人 明白吗 所以要恋爱的话 先从做好自己开始吧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袁老师 能对自己的长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就是自私 精致指的是什么意思 这一类人 善于伪装 对生活有品位 对工作有追求 但是很自私 你第一眼是看不出 这样的男人是自私的 甚至会觉得他挺优秀 彬彬有礼 对工作有要求 甚至对你很体贴 但是久而久之相处下来 你就会发现 并不是那样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 形成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是家庭的宠溺 姑姑宠着他 妈妈宠着他 你也是安徽的 他也是安徽的对吗 你是安徽哪里 淮南 淮南 他是哪里 安庆 他是安庆 其实离得不是太远 你是准备嫁到他家里去吗 对 你也看到了他在家里的 骄纵的样子 他对母亲都能那样 那么在那样的环境 大家都宠着他的情况之下 倒车都不顾你的安危 下来不是先问问 你受伤了没有 而是骂你 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安庆 你会有好日子过吗 所以如果我是你 我现在回上海 当初工作的地方 做我的工作 过我的生活 如果他是真正对工作 有追求的人 敢于离开自己的家乡 到上海去 脱离他家里的 那个宠溺的环境 或许他还有一丝机会 你做得到吗 回上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动你能够离开上海 辞掉自己的工作 离开自己的生活 去我的城市找我 也许是我自己 对于未来的把握还不够 也许是我真的对你 不够关心 像图雷老师讲的 可能改变现状 会对我们的未来更好 所以希望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其实我对你要求不高 你只要能多关心我一点 因为我一个人 你多给我点安全感 其实我愿意跟你在一起的 可是如果你要一直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坚持多久 行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这段经历 充分地告诉电视机前的父母朋友 你们闺女爱一个人的时候 千万别说别爱她 她知道她那 她想干嘛 让她干去吧 让生活教育她 我们就祝福就好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见证浪漫时刻吧 各位 请见证 也许成长对我们来说 都是痛苦的 但我想通过这次节目 我们俩都应该学会去成长 也许对我们的未来 和我们的爱情 都会有好处 我一直对你都挺看好的 我也想跟你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我希望你能对我好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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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啊 祝你们开心 请回 快长大吧 孩子们 你们要这样真是 你们的父母看了都心疼你没啊 有网友说救救我吧 昨晚我发现我老公聊天记录里 称他朋友的老婆叫老婆 我问他 他说开玩笑 难道不行吗 后来他又说朋友手机没电了 拿他的电话和他老婆聊的 总之是百般解释 我们婚姻已经有13年了 还有一对非常可爱的儿女 我该怎么办 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啊 这不是一个玩笑 你也知道这个男人 越过了你婚姻的底线 但是你并不想分手 分手的代价太大 儿女还有你的感情 将何去何从 既然想到了这一点 那么不如让自己强大起来 不用哭闹 而是用智慧 把他拉回生活的正轨 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